昨天开始梅雨季报道了 有气喘还有过敏的人一定要特别留意 医师就建议室内的这个湿度呢 要保持在60%以下 如果要外出的话除了戴口罩 也要建议戴护目镜才可以减少气喘发生 过敏气喘的症状在台湾这个潮汁的地区 常会无预警发作 调查显示台北市国小一年级血童 只有两成有气喘问题 过敏体质的血童更高达五成以上 会觉得鼻子痒痒的 然后呢 然后眼睛也会痒 有时候会怕是那个沉满的话 就是那个被子啊 就是洗的时候就是要用那个热水给它烫过啊 梅雨季节让气喘的发病率提高三成之多 主要是因为下雨影响了空气品质 学浮威力等刺激物质变多了 医师表示有气喘或过敏的民众要尽量避免外出 外面天气温度湿度的激烈变化 就会造成过敏的花座 我们可以戴口罩 眼睛会痒 现在不只是美影 你看眼珊跟建筑物朦朦朦的 那个就是工具屋啦 你就可以 我们有护目镜 可以戴口罩 可以戴帽子 穿长袖 少出门室内环境也要注意 必要时可以使用除湿机或是空气滤浸器 让湿度降低到60%以下 避免刺激人体 记得蒋云琪 陈玄白台北 采访报道